測試按一個儲存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一個確定有沒有 他就直接輸出到桌面上 並且他會直接怎麼樣 幫我們用那個 Adobe的那個軟體幫我們把它打開來 你會發現我們輸出都在桌面上就會這邊有一個叫做 剛剛這個檔名那其他大小很 他其實檔案非常的小按右鍵內容有沒有 才20K而已非常的小把點兩下打開來 有沒有你會發現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要印出去的話就直接用Adobe這個地方的功能列印就可以印出去了 那這個部分有點像是你不一定要印但是你可以傳給人家 傳給人家的話呢 他看他要不要印如果不需要印就不要印看就好了有的時候說真的有個有些圖其實 螢幕上看看就好不然有的時候 沒有環保概念印出去其實有點浪費紙張 那這邊的話呢到時候你們要交作業也是用這種方式 交作業 那作業你就可以比如說以那個題號當 就是說第幾題到第幾題 比如說一次4題的話 你就是01-04這樣子 然後就知道是第1題到第4題 你就給他一個名稱這樣 那我就知道說這個作業的名稱是什麼 這邊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記得就是說 這邊有幾個重點 然後要特別注意 就是第一個 點這邊的出圖 出圖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選擇這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地方大小 選A4的 再來 特別注意就是這個地方 要框 這個窗選的地方點一下 選這邊 到這邊 好了以後的話呢 就出現 然後呢 其他這個橫向的 那這邊用 Mono 開圖 Monochrome 這個地方 按一個預覽 就可以直接 列印出去了 好吧 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